iOS 17.3推背道设备保护功能 苹果汽车简化版或2028发布 苹果发布了重要系统更新 推送了iOS 17.3和iPadOS 17.3 以及WatchOS 10.3和MacOS Sonoma 14.3更新 新增的背道设备保护功能 可在设备背道时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 早前iOS 17.3的开发者测试版中 引入了这一工具 允许用户通过执行Face ID或Touch ID访问 锁定试图访问其iPhone或iPad的窃随 即使他们拥有密码 背道设备保护还包括一小时安全延迟 然后才允许在陌生地点更改密码 该更新还引入了Apple Music上的协作播放列表 AirPlay酒店支持 优化的崩溃检测和黑人历史月主题壁纸 要激活背道设备保护 使用iPhone XS iPhone XS Max iPhone XR 2018或iPhone 11以后 任何版本的用户都可以在设置中的 Touch ID和密码开启 对于iPadOS 17.3 符合条件的设备包括iPad mini第五代及以上 iPad D6代及以上 iPad Air D3代及以上和所有iPad Pro机型 向下滚动并清点背道设备保护 即可启用该功能 另一方面 苹果改变了备受期待的苹果汽车的战略计划 选择了更简单的设计 以加快进入市场的步伐 该项目最初的设想是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 现在的重点是一辆具有二加级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该级别包括转向和制动 加速支持 驾驶员仍可保留控制权 苹果最初提出的四级自动驾驶系统计划 被认为过于雄心勃勃 因此苹果修改了发布目标 最早将于2028年发布 比早先提出的2026年目标有所推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